大陸拍賣一個最新的旅遊行程 可是要口袋很深 才有辦法參加 就是太空船票 他總價是賣四百三十萬台幣 不過他的原價是六百四十五萬 他說因為是第一次直播 所以他給你打非常多的折 最後只要四百三十萬就可以飛 但這可以飛多久呢 上去再下來飛十分鐘 十分鐘其實非常快 然後大概有四到五分鐘 你的人是失重的一個狀況 然後現在開賣不到十分鐘 兩張單他其實只有賣兩個人 就賣已經立刻就賣出去了 但你現在買到現在二零二四 二零二七才能夠出發 所以說這個錢花下去 你要等非常久 而且你要十八到六十歲 要經過健檢 還有另外一個百萬的 這個非常有名的 這個一百零七萬訂閱的 一個寵物網紅 也是照片 我們來看他影片 柴犬金寶 那本來看起來很乖 主人跟他互動都很親切 但他不小心在半夜 流出了一個沒有經過剪接的 那在這影片裡面 這一個金寶 都一直被主人的呼喚來呼喚去 大聲吆嚇了 叫他做什麼 沒有做的還罵他 甚至本來食物給他 因為他不乖 吃到一半就直接把食物躲走 然後大家講說 怎麼跟平常的人設差這麼多 人設嚴重的大翻車 不過這個 市主他有出來講說 我們這個命令狗 本來就是口氣會兇一點 讓牠知道事情輕重 這哪有什麼所謂的翻車呢 還有最近雙十一要到了 要提醒大家 大家收到包裹 一定要有個好習慣 拆開之後先去洗手 因為在湖北有民眾 他整個包裹一拆開的時候 居然後來因為沒有洗手 所以導致他得到了帶狀泡疹 在他的眼部的地方 醫生說一定要請洗手 那在河南也有人收到網購 吃這個洋芋片 就沒有想到立刻就腹痛 腹瀉脫水 結果檢測出來 他有大腸桿菌 但是他的洋芋片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後來才來才去 包裝上面是有病菌的 請教我一下 先講這個網購好了 因為現在大家網購 應該越來越頻繁 可是你怎麼知道 東西送到你家的時候 他從前經過了多少的 對不對 風霜 雨淋 地上摩擦 可能還沾到了什麼髒東西 所以這個確實是 我們家每次只要來的 看那個紙箱 撿完後弄好以後 紙箱趕快回收 然後就要去洗手 那紙箱趕快把它就丟了 不要放在那邊 不管是家裡面的貓狗 或是小朋友碰到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那個東西 他有可能接觸過什麼 都有可能 如果放在地上 突然想到我們這個包裹 都會給貓咬到 所以其實他很髒 他真的很髒 因為你不能怪這些運送 因為他可能遇到很多髒的東西 所以現在好幾個例子 有病菌 有病毒 真的很髒 因為沒辦法 他就這樣運送 第二個那個金寶 那個影片 剛剛那個嘉寧 我沒看過金寶我有看 那因為他跟金寶的 他是蠶屎官 重點就是金寶 然後後來也就代言很多狗糧 就請金寶吃 那大家有養狗的人 金寶吃這個狗糧 大家就買那個狗糧 所以就業配進來了 所以大家suppose 你們的互動應該是很好的 那那個影片就覺得說 平常就沒那麼兇 他訓練影片那麼兇 大家第一個看得心疼 第二個就是說金寶怎麼都沒叫 是不是聖誕也已經被封掉 他後來有跟大家澄清說 如果我有虐狗 你提出證據 你沒有到金寶看其實不知道 可是我看他們互動的過程當中 他被使喚的時候 我看那個柴犬的表情 其實是有壓力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事情好像還沒有完全的答案 因為也有很多人是會訓練狗的 他說你對這個狗的那個狀況 流出那個影片就代表說 你是用兇他的 你不是跟他像你在影片當中互動那麼好 那因為會來看他影片的人 本來suppose 他這個不是馬戲團 對 就是你愛狗嘛 你溫馨我才來看你 你就變成是你是訓練他的 那大家就會有這個情緒上的落差 可能就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你怎麼看這個太空船票 太空船票剛剛又都講得好 二零二七年 然後我想說什麼人都可以嗎 當然他只付五萬塊 你看他上面寫五萬對不對 五萬塊是給你下定金 有沒有 五零零零 五萬塊人民幣 他是給你對人民幣下定金而已 他其實是一百五十萬 但他打折以後呢 就是換算台幣大概四百多萬 所以二零二七年 那他十八到六十歲 你中間可能要經過一些檢測 兩個人上網賣 另外還有四個 我不知道怎麼來 所以那一趟二零二 今年是會有六個人上去 六個人 對會有六個人 他可能會不會有 比如說工作人員 能搭的人是六個啦 但是駕駛員可能是其他算 但他算的時間 我一直在想 因為這我也不是那麼懂 十分鐘就結束 你要飛到外面 因為他好像是說什麼 大氣層再上去一點點的地方而已 不會飛到月球啦 當然不會 但是這樣才十分鐘 就把人去跟回來 對 然後四到五分鐘 你會體驗一下那個失重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這樣四百萬 但是我相信有這個這個彩點想要去體驗 看現在我們已經進到太空時代了 我是覺得還沒失重先失彩 我們更多話題學習一下 馬上回來 波利維亞前總統驚險中彈 直接來看這個畫面 就是在車裡面拍到了 那在副駕是這個前總統 他們的名字叫做莫拉萊斯 他宣稱他們在開網 去廣播公司的這個途中裡面 突然遭到這個暗殺槍擊 連開了至少有十四槍 所以畫面上你看到這個擋風崩裡 有三個彈孔 還有包括駕駛的後腦槽都流出血了 說他的後腦槽 也有這個中彈的一個情況 連這一位前總統他都說 只差幾分鐘 就不是副駕駛中彈 而是我中彈了 但這個影片到底是真的假的呢 這要請教淑貝拉 我看那個影片的過程當中 對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 有彈孔是事實 耳朵這邊流血也是事實 但是你看波利維亞政府講說 你是不是指導自言 我覺得我們現在遠在地球另一端 大家好 我是謝耀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按讚 快噗 按讚 那